在这样一个策略发生分歧的时候呢 这个召回派因为他是由这个波尔斯威和组成的 这个波格战诺夫呢是一个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本来呢他们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分歧 政治分歧不涉及到这个理论的问题 但是呢这个波格战诺夫呢当时啊在这个 在这个党内呢在这个波尔斯威克党内啊 他有很高的威望占到了波尔斯威克的这样一个多数 也是这样一个派别的这样一个发言人 而列宁处在一个少数的少数派的这个地位 波格战诺夫呢他他当时啊 他们在这个俄罗斯以外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还办了一个波尔斯威克学校 波尔斯威克学校在这个理论上呢就宣传他的这样一个理论 在理论上呢他就主张啊用马和来补充 用马和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就是用马和的思想 他认为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来呢 就是因为这个他认为啊这个 这个慕斯威克因为他是反对慕斯威克的斗争 他说慕斯威克啊用的是18世纪的法国维吾主义的思想 是一个旧维吾主义的 他说这样一些思想啊已经过时了 那么在哲学上呢我们应该用最新的思想 就是用新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所以他主张用马和的思想啊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本来呢这样一个对于这个认识的研究 特别是对物理学革命的这样一个研究啊 列宁呢当时是不太了解的 所以他就叫普利亚诺夫 就把这个论文因为普利亚诺夫是理论家嘛 就说交给普利亚诺夫去去那个研究 这个普利亚诺夫呢虽然在这个理论上呢 他也不同意这个用马和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但是他在政治上啊很大程度上呢 是同情这个同情这个伯格丹诺夫他们的 就说同情这个穆斯维克的 同时也赞成这个伯格丹诺夫啊 用这个新的哲学啊来这个重新修改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也他也表示了一个部分的赞成 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这个普利亚诺夫呢 就没有这个对这个伯格丹诺夫啊 展开一种一种批判 列宁原来认为的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所以他就没有开始批判 但是随着这样一个政治斗争的这样一个发展和尖锐化 再加上伯格丹诺夫的这样一个哲学的影响啊 就影响到这个整个党的这个政策的基础 而且呢列宁出在少数派 这个伯格丹诺夫出在多数派 列宁就发现 如果不对伯格丹诺夫的这个哲学进行批判 那么呢 这个党的这个理论基础啊 就没有办法确立起来 而且他自己呢 在这个斗争当中啊 就是说你没有哲学理论的话 你就不能取得这个对召回派的这样一个 斗争的这样一个胜利 所以这样马克思这个列宁呢 就返回来对这个物理学革命呢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啊 这个研究后来一直影响到他的哲学笔记 很多材料后来哲学对哲学笔记啊都产生了影响 当时列宁研究了108位 就是这个物理学革命当中啊 产生了108位能物的这样一个思想啊 就是做了一个大量的研究 那么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呢 所以他就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就散民了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认识的原理 为这个布尔什维克党的这样一个形成和发展 做了一个理论上的准备 所以在这个在这一个时期啊 他的这个重心啊 哲学的重心啊 主要是认识的研究 而他最重要的著作呢 就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本书 这是第三个阶段 那么第四个阶段呢 就是1908年到1915年 面对这个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列宁花了大量的时间呢 去钻研了辩证法 就是创立了以认识人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唯物辩证法 这一个时期呢 他的这个主要的著作啊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卡尔马克思 就对马克思学说的这样一个这个研究 还有一个就是认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哲学笔记 那么前面呢 是他对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思想史的一个叙述 后面呢 是他的这个哲学笔记呢 是他的这个辩证法研究的最主要的成果 最主要的成果 为什么列宁在这一个时期啊 要转向辩证法的研究 他是由三个原因这个决定的 一个呢 是俄国革命斗争的需要 就说俄国这个1905年到1907年 俄国的这个第一次民主革命失败以后 革命整个这个俄国革命啊 进入了第一潮 而到了1912年到1914年的时候 功能运动重新高涨起来 俄国新的革命呢 即将来临 那么这个时候正好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呢 爆发了整个世界啊 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也就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时期 那么面对国际国内的这样一个复杂的斗争形式啊 这个交错的斗争 非常复杂的局面 这个列宁啊为了这个分析这个国内外的这样一个革命的这样一个形式 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新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策略 所以他连接了辩证法 他需要连接了辩证法 第二个呢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的需要 就是从这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 这个俄国的这个思想派别当中啊 很多这个假马克思主义啊 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啊 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一起传播到俄国来 所以呢为了这个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派别 比方说我们看到的 这个前面看到的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 有经济派 然后有这个白恩斯坦 有开展考斯基的这样一个斗争 还有第二国际的影响 那么面对这种种的这样一个思想派别 思想派别 就是说列宁啊 必须要这个进行这个 对这个运用一种辩证法啊 要建立自己的辩证法去分析这个种种社会矛盾 反对这个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这样呢 他需要建立了这个唯物辩证法的体系 自己的唯物辩证法体系 所以他也要研究辩证法 那么最后呢 就是他对物理学革命的关注 就是说物理学革命呢 发生的这样一个 这个对人类思维的影响 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 这样一个时代当中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思想家 都是面临着这个思维发展 所不可回避的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所以他呢 在这个 唯物主义和经典批判主义的时候啊 就已经开始 关注这个物理学革命 那么在这个时间呢 他继续的 研究物理学革命的 这样一些思想资料 就是说提取他的 这样一个思维方式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他也要建立啊 也要研究这个 唯物辩证法 正是这三个原因呢 使他建立了这个 以唯物辩证法为主体的 这样一个思想体系 思想体系 那么在这个 研究哲学笔记当中呢 他阅读了这个 费尔巴哈的著作 阅读了这个 黑狗尔的逻辑学和历史学 以及哲学史讲演录 还研究了这样一个 现代西欧和俄国 无产阶级哲学家的 这样一些思想 以及物理学革命当中的 这个唯物主义和 经验主义的 这样一些观点 那么这些资料 这是大量的阅读啊 就列宁在大量阅读 这些资料的 这个基础上 然后结合对 这个俄国革命的 这样一个 无产阶级革命 和世界革命的 这样一个分析 创立了他的 这样一个辩证法学说 辩证法学说 所以这个 列宁的这一时期 创立了辩证法学说 一个是出于斗争的需要 另外一个呢 也具有非常现实的内容 现实的内容 这是第四个阶段 第五个阶段呢 是1916年到1923年 1923年 这一个时期呢 也就是 到了1916年的时候 可以说临近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 就是这个十月革命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期呢 怎么样 就说俄国如何取得 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以及这个在胜利以后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是列宁这一时期的 最主要的论务 最主要的论务 到19 从1916年到1917年 这一段时间呢 列宁主要是集中研究 这个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 国家和革命的问题 国家和革命的问题 而在这之后 而在这之后呢 列宁呢 也就是我们把它开放为 这个列宁的这样一个哲学遗族的 遗族它晚年的这样一个思想呢 主要是对这个俄国 就是也是对这个对俄国 这个社会主义建设 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 这样一个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 提出它的一些构想 那么这一些构想呢 可以说是列宁留给我们 最珍贵的这样一些遗产 最珍贵的遗产 后来呢这个就把它称之为 列宁的这样一个政治遗族 这是列宁的这样一个思想发展过程 发展过程 我们下面的接着讲 我们看一看这个列宁的 作为这个理论形态的辩证法 为什么说作为理论形态的辩证法 我们前面讲了 就是关于列宁哲学 曾经在这个苏联的这样一个哲学史上 就是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 是一个极练论战的这样一个论题 就是列宁 实际上列宁有没有哲学的问题 列宁有没有哲学 如果有哲学 它的辩证法究竟是一种应用性的 还是有它理论的 所以这样呢就是 我们讲这个作为理论形态的辩证法 就是强调列宁 它的这样一个 对于辩证法的一个理论构想 它自身的这样一个理论特点 那么这样一个理论特点呢 它最重要的 我们可以看它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个是以这个强调马克思的 这个辩证法的这样一个传统 这个辩证法的传统里面呢 这个强调辩证法的传统啊 它主要是体现了这个列宁哲学 和普利汉诺夫哲学的这样一个区别 普利汉诺夫的区别 普利汉诺夫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 但是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个当中呢 它特别强调的是唯物主义 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 但是呢 列宁在唯物辩证法里面 它特别强调的是辩证法 是辩证法 就强调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灵魂 所以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性质 根本性质 所以在这个普利汉诺夫的哲学当中 我们所看到什么 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 就是它强调了论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遗言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遗言论 就是生产力的这样一个遗言论 是它最主要的理论部分 它并没有展开对辩证法的这样一个研究 而列宁的哲学的整个的重心 就是在辩证法上 它并没有对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作为一个系统的研究 但是却对辩证法作为一个系统的研究 作为一个系统研究 这是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传统里面 那么在这个传统里面 它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 强调了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在这个辩证法的这样一个理论 理论里面 它首先提出来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 然后还有一个是强调个别和一般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这是它的这个理论的几个最核心的这样一个观点 第二个就是它在这个研究辩证法的时候 特别强调对这个维吾主义史 就是强调费尔巴哈 就是通过这个费尔巴哈对马克思 他看着是这个马克思对黑格尔改造当中 经过了这样一个 就是说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当中 不可缺少这个维吾主义的这样一个环节 而这样一个环节是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来实现的 这是他所关注的第二个内容 第三个就是马克思对工业和商业的 这个历史运动的这样一个关注 这个就是实际上涉及到什么 就是认为马克思学说的这个世界观的基本原则 就是从工业和商业的实践当中发展起来的 所以强调这个工业和商业这样一个活动 对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辩证法形成的这样一个影响 这是他对这个辩证法问题的这样一个说明 辩证法的说明 然后在这个辩证法通过撒民马克思的这个维吾辩证法 可以说也是他也回到了马克思 通过重新散发 如果说以前的这个普利亚诺夫第二国际 都是把马克思理解为历史维吾主义的话 那么他就是把马克思理解为这个学说的传统 理解为这个辩证法 所以他对这个马克思辩证法的这样一个认述 包括马克思学说的一个说明 都是看着这样一个方式说的 那么对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说 也就是说从这个马克思的思想的起源上 散发了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本质 在这样一个传统的本质上呢 他就提出了自己关于这个建构辩证法体系的这样一个构想 在建立辩证法体系的构想上呢 他提出了第一个思想啊 提的一个基本原则呢 就是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认三者统一 辩证法逻辑和认识三者是统一的 是统一的 这一个思想呢就是后来这个 从30年代一直到50年代60年代 都是围绕着如何理解辩证法逻辑和认识三者统一的思想 就是如何理解列宁的这样一个思想啊来展开的 而列宁的这样一个思想呢 他的展开 在这个里面呢 他强调的把这个辩证法 把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认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他主要的呢 强调这个三个方面呢 除了强调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以外 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就是强调辩证法和人类认识史的联系 因为这个逻辑的东西啊 他是从思想史里面看过出来的 所以他认为逻辑的东西啊 应该是对人类认识规律的揭示 是人类认识史的一个结晶 所以这个列宁的强调啊 要了解辩证法就应该到人类认识史当中去说明 人类认识史当中去说明 所以这就提出了认识史的这样一个研究论物 研究论物 所以可以看出这个列宁的这个辩证法的一个特点啊 他不是强调对历史而对认识史本身的这样一个研究 第三也反映了当时的这样一个特点啊 因为当时这个认识研究啊 是可以说是当时哲学的一个显学 是显学 所以列宁特别强调这个方面的研究 还有一个呢 就强调辩证法和哲学史的这样一个联系 辩证法和哲学史的联系 在考察辩证法和哲学史的联系的时候 他强调了两个方面 一个是强调了这个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科学的关系 在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科学的关系里面 这个列宁就强调 这个要把这个心理学感觉器官的生理学 作为这个研究认识史的 包括这个儿童智力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 以及动物智力发展历史 语言的历史 这样一些学术啊 都作为认识研究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基础 最重要一个基础 而且他自己也对这样一个基础啊 展开了这样一个研究 第二个呢 就是强调这个哲学史方法的一个叙述问题 哲学史方法的叙述问题 我们说在这个哲学史上啊 这个哲学史啊 就是一个哲学思想的实验史 实验史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任何一个思想家 和这个历史学一样的 我提出一个历史观点 那么这个历史观点能不能成立 那就看你能不能用这个观点 写出一部这个历史学来 历史来 如果你写不出来 不能发现它的内在逻辑联系 那么你这个观点就不能成立 同样的一个哲学也是这样的 我这个哲学的这个思想的创新 它能不能成立 你就要和这个哲学史 就是说你能不能在你的前 前这个 前尺的思想里面 找到你的根基 能够把它叙述出一部哲学史来 如果你的观点写不出一部哲学史来 那么你这个哲学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在哲学史上 凡是哲学大家 在它提出一个大的观点的时候 它必须有 它必然有一部自己的哲学史 起码是有它自己的断代史 而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史的 那么列宁呢 我们看到前面 我们讲这个纳布辽拉 普雅诺夫 他们在叙述自己的这样一个观点的时候 唯吾史观的时候 他们同时也叙述了唯吾史观史的发展 唯吾史观史的发展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这个纳布辽拉讲的这个唯吾史观 是以什么 以人的自由发展为主线 来叙述这个唯吾史观的这样一个历史 而普雅诺夫是以生产力的发现 这个唯吾史观的这样一个历史 唯吾史观的历史 那么列宁呢 他的理论是辩证法 所以他用辩证法呢 来叙述了这样一个哲学史 哲学史 就是重新的 可以说改写了哲学史 这个呢 也就是列宁的辩证法 能够成立的这样一个根据 所以我们后面呢 要专门讲这个列宁的这个辩证法 对这个哲学史的一个叙述 就是叙述哲学史的这样一个思想 这是他的这个辩证法的这个第一个方面 就是就是强调这个建立辩证法的体系 特别强调这个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认的这个同一性 在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是突出了 辩证法和认识认 辩证法和认识认的连接 涂出了他的这个辩证法自身规律的这样一个研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设想呢 他提出了辩证法的十六要素 在这个辩证法的十六要素里面 他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 最重要的思想呢 就是提出了观察的客观性 就是他提出了这个考也就是他所说的这个考察的这样一个客观性呢 也就是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 聂林认为这一点呢 刚好是辩证为新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这样一个区分点 就是辩证法呢 他说辩证法也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那么什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它的区分点在什么呢 就是看你承不承认这样一个观察的客观实在性 也就是考察的客观实在性 就说如果你是 就说唯物的唯物主义的这样一个辩证法呢 它是以承认考察的客观性为前提的 也就是强调了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 而这个唯心主义呢 它就是因为把这个客观性这个部分抽掉了 就是当你 我说任何一个东西 就是把那个客观性抽掉了以后 它就变成了什么 诡辩论 诡辩论 就是说我们说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我们说那个墙是白的 如果这是一个事实 那么我说这个 对这个墙本身的这样一个辩证法研究的 就依赖于这个事实 那么我就是唯物主义的 如果我把这个墙 我不管它是白的是何的 我随便 我把它这个事实抛开 然后我说它是黑的或者是白的 然后我进行辩论 那么这个就成了一种诡辩 就成了一种诡辩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辩论法和诡辩论 诡辩论的最根本的区分呢 就是强调考察的客观实在性 这一个呢 是它的这个列宁啊 辩论法的一个最基实的这样一个东西 最基实的东西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强调抽象和具体 抽象和具体 为什么这个辩论法的研究 要强调抽象和具体 抽象是什么 是续续的逻辑起点 就是我要续续一个事件 续续一个事件啊 我要找到一个最抽象 最简单的这样一个逻辑起点 因为列宁说辩论法是 这个它的辩论法体制原则是什么 辩论法逻辑和认识论的一致性 就是说你作为这个一个理论体系 作为一个理论体系 它不是一个对实践的反应 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的话 它必须以抽象为它的起点 找到一个抽象 在一个抽象点上 把它的整个内容展现出来 所以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呢 是建立理论辩论法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环节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列宁特别强调 就是说这个抽象啊 它不是一种空洞的 不是空洞的抽象 而是什么对客观事物的反应 再一个呢 在从 就是说在第二个逻辑形成上 这是第一个逻辑形成 从具体到抽象 那么第二个逻辑形成 也就是对辩论法体系的叙述上呢 也就是说从抽象到具体上呢 这个抽象是包含着 个别和一般的辩论法 也就是说 个别和一般的这样一个辩论法呢 是全部叙述整个这个辩论法的体系的这样一个起点 这样一个起点 那么什么是个别和一般 什么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 这个列宁呢 在这个里面呢 有一段话 有一段话 这个书上有的 你们看啊 就说个别就是一般 他强调 个别就是一般 这就是说 对里面 个别跟一般相对立 是同一的 是同一的 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成在 这是强调 这个第一个啊 就是个别就是一般 他的第一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 为什么说 个别他们是同一的 个别和一般是同一的 就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成在 就说如果没有这个一般 个别也不能成其为个别 那么一般只能在个别当中存在 只能通过个别而成在 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 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 一个方面和本质 任何一般只能大致的包括一切个别事物 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的 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 他说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过渡 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 过程相连性如此等等 这个话好像砍得非常的牢口啊 就是在一般个别里面倒去倒来的 其实在这个里面啊 列宁啊 从三个方面认述了这个个别和一般的 这样一个辩证法 这看起来是一个好像很繁琐的 但是它是整个列宁辩证法的一个精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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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